各位這一題喔 你會發現說這邊有不同的生態系 1 2 3 4 5 6 6個 然後右邊這邊有不同的降雨跟不同的溫度 也有6個生態系 這6個生態系有個前提是1對1的 所以甲一定是左邊某個生態系 一定是某個生態系 1對1對好的 喔 好 如果你知道這樣準的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吧 誰對誰呢 橫座標是雨量 重座標是溫度 寫溫圈起來 所以丙是不是又冷又乾 哇 誰這麼可憐 又冷又乾啊 當然是所謂的洞圓 就是寒圓 因為北極太冷了 一冷就乾 所以它是最乾冷的地方 就是北極太圓 所以洞圓就是餅 然後再往旁邊看 你看這邊是不是依序有丁 霧己 都是雨還蠻多的 只是不同的溫度 看到嗎 好 那雨最多 水最多 又溫暖又潮濕 我們就把兩個極端就把它寫完嘛 又溫暖又潮濕 濕 這樣寫吧 當然是熱帶雨林囉 所以丁確定了 對不對 它就是熱帶雨林 丁確定了 這裡面說的生態系 誰是又溫暖又潮濕 就是熱帶雨林囉 好 再往下走呢 欸 當我的溫度下降了 我沒有那麼熱 可是雨量還蠻多的 就是霧 所以霧就是一般的 闊葉林 比雨少一點 可是雨還是很多喔 它就是闊葉林 好 接下來是擠 擠是雨再少一點 是誰 當然就是真夜林囉 好 所以 你會發現森林的變化 跟溫度有關 都很潮濕 很熱 就是熱帶雨林 涼一點點 就是普通熱 就是闊葉林 再冷一點就真夜林了 好 接下來是看乙這個生態系 它的問題就是 它比較乾 有發現嗎 因為它的雨量是這個以內 所以乙是誰呢 草原囉 草原就是因為太乾 才不能變森林 草原因為太乾 不能變森林 森林中因為太冷 才變真夜林 有這樣的趨勢 那只剩甲啦 哪 什麼環境是 又乾又熱 在這個巡洋中 只剩沙漠可以選了 所以它就是沙漠 又乾又熱 所以它就是 甲 好 這樣子對出來 每個巡洋就知道誰是誰了 所以這個等一對一 全部配好 你才知道哪個巡洋是正確的 好 以上是多選第六題 對 好